惊人的航速 强悍的预点能力 凶狠精准的火力 这是一辆领先世界的两栖装甲战车 中国军功的杰作 一次次显中求胜 一次次绝路逢生 研制过程跌宕起伏 攻关之旅峰回路转 不断逼近技术和周期的极限 为了至高的国家利益 中国军功人执着挑战 两栖装备新的高度 2015年 离海赛马国际两栖 步战车竞速赛正在举行 中国派出了新型的 05式两栖步兵战车参赛 解放军战车在海上一记绝尘 以远超所有对手的速度 遥遥领先 俄罗斯的解说就是在那喊的 这哪是车呀 这是整个装甲快艇 世界各国的两栖装甲车辆 水中的时速一般在10千米左右 极少超过15千米 而中国战车时速至少达到25千米以上 引起了国际军事专家的关注 为什么中国这款两栖战车航速如此之快 设计制造过程中 研制人员都经历了怎样的挑战 让我们从头说起 本世纪初的一天 重庆某坦克制造厂副厂长张于慧 带着几个人来到工厂一个角落里 拔开茂密的藤蔓 一辆废弃多年的六三式水陆坦克 出现在眼前 这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制的坦克 马上就要被恢复起来 他的身上即将安装上 各种不同寻常的部件 去完成一个远远超越他的时代的史密 2000年时 陈鹏飞五十九岁 作为兵器工业兵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他还有一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就在这一年 陈鹏飞突然接到一项 绝密任务 军方要求军工部门 立即研制一种新型两棲装甲车辆 作为一名研究装甲车辆的资深专家 陈鹏飞马上意识到 这可能是他有生之年参与的 最后一个重大任务 而他的退休计划可能要推迟了 我也下了军方要求军工部队 一定要承受下来 一个人对国家做贡献 这么需要的 要看到我们兵器实力 对吧 你又难了 你能干就干 不能干你也要改 应该这个意思 在军方的论证报告中 新型的两棲装甲战车 主要用于渡海登陆作战 要求水上航速达到 现役装备平均航速的两倍以上 而且新装备必须实现车足化 包括两棲突击车 步兵战车 救护车 指挥车等多个型号 这实际上是一个相互支持的 两棲登陆作战装甲家族 军方的要求还意味着 军工部门必须要向世界上 航速最快的两棲装甲车辆 发起挑战 但是他们的研制时间 只有短短的四年 五年之间要装备部队的 因为要继续的 要用的 要保质保量的 你做出来不能用不行 做出来能用生产不了 批量上不去都不行 那么你收入这个资料宏大的 2000年年底 陈鹏飞被正式任命为 新型两棲装甲车的总设计师 项目代号212工程 212工程体现了军方 对未来可能的渡海登陆体系 作战的设想 对登陆装备不仅要求家族化 现代化程度高 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1944年6月6日清晨 法国诺曼底海滩 盟军发动了代号为 霸王行动的两栖登陆战役 数以万计的盟军士兵 向纳粮德国的大西洋壁垒发起冲击 虽然经过了炮火准备 第一批美军登陆艇冲上奥马哈海滩时 许多士兵还没来得及离开登陆艇 就遭到敌军火力的无情射杀 盟军士兵不得不跳下登陆艇 射水向滩头前进 面对岸上德军坚固的碉堡攻势 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仅在奥马哈滩头 就有超过2400名美军士兵阵亡 从奥马哈海滩到太平洋战争的 两栖登陆血战 给世人留下了深刻教训 必须拥有强大的伴随火力 必须有足够的装甲车 运送登陆部队直上滩头 那么军方提出的高航速要求 又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呢 在当时的总体组中 张帆是年轻的坦克设计师 他知道军方提出的各项要求中 对速度的要求是最难实现的 但作为一个军人家庭出身的军工人 他同时也十分清楚 高航速对于实战来说 意味着什么 那是无数士兵的生命 当我们车辆从15公里提高到25公里 这么一个航速以后 我们的被命中概率 能够降低60%以上 那么我们进一步把航速提高 比如说提高到了35公里以上 那么这个被命中概率 可以大大降低 降低多少 降低了80% 所以这样一来呢 那么我们两栖登陆部队 它的战场生存率就大大提高了 此时的中国军队仍然装备着 上世纪60年代列装的 六三式水陆坦克 六三式水陆坦克的设计初衷 是应用于中国南方的水网稻田 以及江河内水 并不具备海上作战能力 六三式水陆坦克 后来经历了一次改型升级 航速由12000米每小时 提高到15000米每小时 但仍然无法满足 中国军方渡海登陆作战的要求 一个呢就是原来的咱们国厂车 国内的第一代的水陆坦克 包括俄罗斯引进的 这都是不能满足强坦登陆 都还作战了这种任务需求的 就是当时最新先进的 美国的这科研呢 一个不可能卖给你 美国卖给我们 我们也用不了 我现在也卖不起 俄罗斯也没有 研制任务被层层分解 分拍到遍布全国的各个研究所和工厂 兵器工业铁马集团承担一型车 两栖中甲突击车的试制和总装 一型车也是整个车组的基础车型 兵器工业江陆集团承担二型车 步兵战车的试制和总装 铁马集团年轻的副厂长张于慧 被任命为212工程的副总师 直接负责212工程 首先是一种责任 因为国家需要 我们又干了这一行的 同时还搞技术的 他都有一种 就是喜欢干一些挑战性的任务 有点难度才有意思 都很平淡 那就是没有太大的意思 但张于慧心里其实很清楚 这次的难度非同寻常 于是故事回到影片的开头 一台废弃的六三式坦克 重新恢复起来 用来测试印证新的思路 后来的经历证明 张于慧的做法不无道理 这一次任务 绝非是像从前那样 修修改改 而是一次全新的跨越 张于慧集中了全场的技术骨干 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同志 也被重新召集回来 作为年轻的技术骨干 肖成敏那时加入了212工程 三十几号人就专门搞212 其他事都不做了 那个时候就是老中青三级活 老同志都带着我们 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参加过 那个六三水路坦克设计的 他们有很多经验 坦克设计师张红康 当时是兵器工业 兵器科学院的年轻工程师 他当时最担心的 也是军方提出的航速指标 咱们看世界上的所有的车辆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传统的两气车辆 一般的两气车辆 它的航速都是在 到十公里以后 基本上再往上去的就少了 这就是跟车的主力有关系 采取传统的这种办法 是不可能实行二十五公里 世界上所有现役的两气装甲车辆 都无法突破15000米的速度极限 原因在于 其车体设计方式都是排水型车体 这类车辆的车体进入水中 利用排水的体积 与车自身的重量差产生浮力 通过尾部螺旋桨提供推力前进 如果采用传统的方式 要达到军方设定的速度指标 需要的发动机的功率 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还是经过算过的 是算过的 一般原来造的利率 就排水型的 那要七千多 七千零五百六十千 七千五百六十千瓦 相当于六七台重型坦克发动机 加起来的功率 根本无法实现 上十七八十年代 美军提出了超市距登陆战的概念 即在敌方暗防火力射程之外 由登陆舰放下两栖装甲登陆车辆 进行高速通弹的作战模式 这种作战模式 需要一种全新的 高速两栖装甲突击车 美军后来将其定名为3AV 3AV两栖步兵战车 海上最高航速 可达四十六千米每小时 这种高速两栖突击车 大大降低了 在水上航度阶段 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时间 具有极高的作战效能 然而 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美军并没有强烈地强谈登陆作战的需要 加之3AV造假恩贵 美军一直没有正式列装 王立祥 中船工业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的资深工程师 一直从事高速喷水推进器的研究工作 在新疆退休的年纪 承担了212工程推进器的任务 为了实现两栖车辆的高航速 就必须采用喷水推进的方式 就像飞机一样 飞机你看前期的都是螺旋桨 但是谁说航飞机的收度的提高的话 螺旋桨已经不适应了 它就用喷气的 船坯一样 船坯一般低手船它是用螺旋桨 但是谁说收度的升高以后 船收升高比方说在30戒以上 螺旋桨的效力空泡都解决不了 所以飞机就出来了 上世纪90年代 王立祥曾经参与了 我国六三式水路坦克的改型 那个时候 王立祥就已经发现 15000米每小时的航速 已经成为排水型车体的极限 这个坦克它是一个死天宽吧 我就这么讲 方方多多的 所以它在水上的走力很大 那么以前采行的办法就是 拼命加大功率 加大功率带来的一个问题 你发动机的重量要上去了 发动机的重量上去以后 尽管你功率加了 但是我这个车的战斗权重也增加了 所以就是个渦性性化 功率增加 航速是提高的维护气味 所以它的瓶颈 就是航速的瓶颈就在14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现有的排水型 就是两栖车辆放到水里面 排水型已经是没有办法这么好 那么这个其他办法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赋予创意的新思路 就是要为中驾车装上滑水板 当滑板展开时 长方形的车体就变成了一条船 它的高速原理 类似于水上摩托艇的前进方式 当车辆达到一定的水上速度时 滑板可以产生生力 使得车体排升 减小进入水中的体积 从而降低阻力 在当时 世界上唯一采用滑水型车体的 两栖装甲车 就是美国已经放弃的3AV 然而 在分析了3AV仅有的几个数据之后 212工程团队发现 即便美国人把所有的图纸都交给他们 他们也无法把这种车辆实际制造出来 3AV采用了一台2700马力的发动机 他依靠强悍的动力 直接越过阻力风 进入滑行状态 但在当时 找遍了全中国也没有一台功率如此强大的发动机 美国人的方法是无法复制的 但是王立强发现 在没有大功率发动机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可行的方案 假如在航行中动态调整前后滑板的角度 理论上可以大大降低阻力 存在实现高航速的可能 后来就是搞了个可调的前滑板 可调的前滑板 根据你的不同的手动 我是不同的手 不同的角度 阻力最小 所以手滑板 唯一板都是调角度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 美国是没有的 作为中国最早研究高速两栖车辆的资深专家 王立强承担起了可调式滑板设计和减阻的任务 为了获得车体设计最优化的水动力方案 王立强没有捷径 唯有进行大量的水池脱模试验 脱模试验 就是按照设想的车体结构方案 首先制作一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 然后在试验水池中拖动模型行进 模拟航行器在水中的受益情况 通过模型上安装的各种传感器 来获得水动力数据 从而寻找到阻力最小的车体结构方案 这就解决了我们功力小 我减少它的来流的角度 就是找一个最好的引脚来减低降低走力 这样达到了就是说 在恩火情况下 我都能够充分防御我狙击的作用 让它的效率都取在一个高速范围 现在这个已经废弃的水池 是当时王立祥最重要的试验场地 每天都在进行大量的脱模试验 他所获得的试验数据 将成为212工程一辆原理样车的直接参考资料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重庆作为中国西南最重要的一个城市 已经呈现出一座现代化都市的面貌 而位于繁华闹市区的兵器工业铁马集团 所有的一切仿佛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在兵工行业处境最艰难的时刻 选择坚守着人们承受着前族未有的压力 普通工人并不知道 此时他们正面临着一个机遇 中国最先进的两栖装甲战车的研制工作 正在这里秘密进行 项目的成败不仅事关国家战略 也事关这个军工牢场的命运转机 此时的副总师张于慧 正忙于改造那辆废弃的N53式坦克 这辆老旧的坦克上 按照新的设计思路加装了滑板 张于慧无比谨慎 他要通过实车水上试验 来测试一下滑行车体的可行性 老旧的坦克跑出了新的速度记录 验证了新方案的潜力 然而同时也发现了新的难题 坦克装甲车辆在外部 最复杂的结构 那么就是我的负重轮 履带 主动轮 这套机构 那么这套机构在水上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阻力一个圆 另外一个呢 它又在我们车的整个地夹板的下边 它呢不但是在水上 产生很大阻力 那么当我们在车辆航行的过程中 这个履带会在车的水底摆动 因为履带已经变成旋垂状态了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 两栖战车的轮子和履带 又成了检祖攻关的焦点 陆地作战离不开轮子和履带 而在水中 履带却成了雷坠 这也是两栖车辆设计的难点之一 二者如何兼顾 这滑板一收 它是车 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它必须是车 当它在水上 把这个一展开以后 它就在水上跑的时候 就像船一样 核心就是在南路在这 你不能把它在路上变成船 变成船 它就没有战斗力了 为了解决履带在水下的巨大阻力 新的两栖车 需要设计一种可收放的履带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 这同样是全新的领域 同样年轻的工程师刘华 接受了这项挑战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的技术手段 工具有限 我们用的一个软件 做三维的设计 搞了一个个星期 整一个三维 很困难 整了以后 计算机出量又不够 一掉下来以后又重新弄 整个白天晚上都弄 弄这些方案 弄一个三维的两栖 三维的一个 实际上还不完整的一个 三维的模拟的图形 林湖兵当时只有24岁 刚刚毕业参加工作 当时的军工行业处境艰难 林湖兵工作后的第一个月 只拿到157块钱的工资 但能够参与如此重大的项目 他充满热情 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 他们用了三个月时间 在一间废弃的厂房里 制作出一个 等比例的实验台架 用来模拟履带收放的原理 根据我们的计算 如果不把那个 负重人把履带 收到底加板以上的位置的话 我们这个车的水上速度 肯定是上不去的 所以说我们就进行了 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而且也是 整个这个项目里边 最早搞那个 部件预言的一个设计 后来大概 我们做了三个月 因为它对速度 对可靠性 都有很高的要求 预言是成功的 当时还是很兴奋的 2001年3月 第一辆原理样车 在铁马集团组装完成 所有人都期待着 这辆全新设计的两栖车 能够跑出 令人振奋的数据 在重庆中霸饰演场的 长江航道里 原理样车的航速 达到了20千米每小时 已经超越了 所有的现役装备 然而经过反复的测试 却始终无法达到 军方设定的战术指标 不少人开始感到忐忑不安 实际上我们当时在 原理样车的试车的过程当中 是发现一个问题的 就是指标没 原理样车 我们指标是没达到 就水上航速指标没达到 只有20公里 那么当时实际上 大压力都非常大 到底这个指标 能不能实现这个指标 因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与速度相关的因素 除了动力和阻力 还有重量 在动力的潜力 被挖掘到极限之后 除了继续减阻 就只能减重 抽用加下来以后 赤水线就要小了 赤水线小 它不是赤水线的阻力就小了 小多了 我们抽中的这个 多少多少减一吨 赤水线能到多少多少 几毫米几毫米 我们都有数据了 当时最先都认识到 那个重量对那个车的影响很大 我们刚开始 以前哪有这样的 东西一拿来 零件不介意拿来上车 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 就是领导就要求我们 你们每一个零件都要撑 都要上秤 就要记录 它到底有多重 你有一个重量表 然后在减重的时候 一个针对性的东西来减重 当时实测做出来 跟那个理论计算的 差的多了 那个重量一下就上去了 所有能减重的部件 都一一试验 王立强设计的 喷水推进器主轴 甚至采用了空心的方案 我们不叫精进计较 叫两两计较 到了这个程度 整个车体 最终采用了 更轻的铝合金材料 但这给车辆的焊接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 碳四单一的速度指标 在实现的过程中 却不断遭遇新的难题 它是在专门的车体焊接车间 它是一个横温的 基本上保持在25度 然后它的焊湿焊条都要进行加温 加温到这个温度来进行焊接 就是因为它用的那个焊湿焊条 它和普通的不一样 温度太低的话 它容易产生缺陷 然后对那个焊工 它们的那个要求也比较高 2012年4月22日 在重庆长江河道里的试验现场 减重后的原理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车刚刚沉了 那么军方的领导 和我们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 正好那个时候飞机落到重庆 那么我们这边一个电话说 不要到现场了 车沉了 以一辆宝贵的原理样车沉入江顶 出乎所有人预料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但究竟是车体设计的缺陷 还是操作的失误 一时无法确定 身在现场的张帆和张于慧担心 这个波折会对整个项目 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返回到江边的时候 我们俩看着江水 那眼泪就哗就下来了 那我们想就跟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现在都沉到江里头了 那眼泪一下下来了 这印象这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在北京的陈鹏飞第一时间接到电话 就立即赶到了现场 工程下一步如何进行 需要他立即做出决断 沉车地点水深接近七米 如何将沉车尽快打捞上来 成为最为紧迫的事情 每个人都心急如焚 却又无可奈何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 这个根本打击很大 这确实打击很大 还能不能行 上来就乘车了 原理样车最终被成功打捞上来 但大家的心情 如同四月重庆绵绵的阴雨 沉车事故会对212工程产生怎样的冲击 在所有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也想到感动 军方的邱部长领导最高的 他们总装部长之类的 都批示我都看了 没有一个就是说是 我有批评啊 不批评不触碰 其实消息就行 一个月之后 车辆被修复 经过仔细排查 乘车事故并非车辆设计的缺陷 而仅仅是由于操作失误 这样的结论 是那段灰暗的日子里 人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这意味着所有的工作没有白做 212工程还要继续 初上是4月份 然后我们在5月份 5月初 我们就把这个车就恢复了 恢复以后 就马上进入这个后续的试验 包括路上试验 水上净水试验 然后确保了在夏天 进入到这个海上试验 距离限定的定型时间 还剩下不到两年 航速指标的突破 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一片迷茫中 项目组中 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上 存在的可能性 就是用异形板做围板 就是能够有生力 能够提高生力 完了以后呢 建筑可以到8%到10% 我想建筑10%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张于慧立即组织基础工人 制作异形围板的样品 异形围板的外形 类似于飞机的机翼 制造难度要比普通的平板更高 因为结构特殊 每一个尾板都要经过密封性测试 绝不允许用一滴水的渗漏 试验车更换了新型的维板 马上进行测试 这是当时所有人最后的希望所在 把这个尾板所有都确认以后 载到样车上去试的时候 当时发现没效果 吓一跳 因为按这个算的话 就是我仿能分析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能突破的 当时遇到了难题的时候 觉得怎么就不行了呢 当时很要命的 非常着急 同样交集的是总设计师陈鹏飞 面对着重重压力 他甚至做好了 无法完成指标的心理准备 甚至连军方也开始怀疑 当初设定的指标 是否过于苛刻了 所以这原理一样是解决的 我们一直提25公里打不到 因为我们做过好多实验 打不到打不到 那么怎么办 然后给他汇报 完了以后呢 领导他你先做吧 实在不行 那就是23公里也行嘛 甚至于有的军方 20公里左右也行嘛 交汇报你都会都会 我说我实在求是吧 我这人我其实 不过是这个 我交干这个工作 我也不能撒谎 对吧 我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但没办法不能于我不干 发动机的功率 已经挖掘到极限 喷水推进器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准 重量减无可减 所有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 甚至理论计算也完全支持可以达到航速 对于张于慧来说 那个数值似乎就在眼前 却又无法企及 找问题是什么原因 因为从理论计算 我们是能够实现的 但是实际持续了之后呢 为什么达不到 然后就是又仔细找 2003年5月 距离212工程的截止时间 仅剩一年 整个车辆的主要系统都已基本成型 甚至最困难的海上射击试验 都已经接近尾声 唯独最重要的航速指标 还没有实现 在仔细研究了尾板结构之后 科研人员决定做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弄完之后 这个滑板它有一个支撑的结构 原来的支撑结构 就考虑到强度 就是弄了很多的支撑结构 原来有四个的 甚至更多的 后来我们发现 从强度来说的话 这四个有点拥有 而且这样弄了之后呢 又进一步增大了阻力 后来我们分析 就是如果是用两个 我们计算了一下 这个强度也是可以承受 这个水上高速航行 所产生的一些力 那么我们就是大人的 就是提出 就用两个 两个支撑 看行不行 张于慧的内心 无法接受降低航速指标的想法 作为新型两栖装甲车的总装单位 铁马集团已经在困境中 均守多年 212工程给这些老军工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每个人都渴望不如使命 但减少微滑板支撑后 样车能否突破速度质固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而时间已经接近最后的节点 重庆长寿湖 改进后的试验样车慢慢加速 试车员五朝军像网坑一样 用对角机随时向岸上通报测试数据 这样的测试 他已经经历了一年 但这一次的数据 让他终身难忘 那个时候用对角机往上报 我一般报转速到报航速 它是从23级24级 慢慢到25 25.1 上面一听都清楚这个是什么事 当时我们测出航速以后 很多人都不相信会不会是真突破了 那我们经过反复地 经过这个航道的来回的 这个两个方向的实验 那么都证明这航速已经突破了 真的是一块石头落地 我记得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是那个谁 张一慧 张一慧也是在长寿湖 他把我的电话打了一圈电话 我记得了我 是不是 是给你票 那给我 你确定 我记得了 是来回头 这就是整个人 去把所有的码公路 我记得了 那个问题 将近期会 我行伤识 我 ray 都会 你看 大して 也在 我们 他也试验了 六二千这些也试验成功了 二车车更厉害 速度可以达到278公里了 更厉害了 这个是一个最关键性的突破 虽然在试验中突破了航速 但这需要驾驶员具备丰富的经验 能够非常精确地根据速度的变化 控制手尾滑板的角度 这是在长期的水上试验中 逐渐摸索积累起来的 而在实际的使用中 这毫无疑问将会增加训练和使用的难度 在生死攸关的强谈登陆作战中 这或许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 新型的两栖装备还必须能够做到自动驾驶 这是212工程的又一个关键指标 在不断突破航速的各种测试过程中 对于滑板角度与速度的对应关系 试验团队已经积累了详实的数据 每一个速度与角度的匹配关系 他们几乎都做了测试 做大量的试验把曲线都做出来 就做出来就是我要什么收到 我应该是在哪一个角度 然后我用计算机 就是在实测上 我就计算机的远件 程序我就把它编好了 最后还编着转售的关系 就是说我这个矩机的转售是多少 我这个角度应该是多少是最佳的 一套程序全部在计算机里都取进去了 实现自动控制 需要一套精确的控制程序 这套程序好比车辆的大脑 将车辆行驶中的各种可能的姿态 全部集成在一个控制盒里 所以操作的时候 你那个驾驶员很简单 你就是把它弄到自动控制 它就那个自动 我有一个流收表 有一个转售表 就是根据你的流收 水的流收或者你的转售 我这时候自动地调到 我这个最佳的角度 从这一年开始 大量的海上试验开始实施 作为一型用于海上登陆作战的装备 抗风浪能力是一个关键指标 同时还必须保证车辆航行时 具备精确打击的能力 一年多的时间里 各个系统都在快速地改进 开始是打不上的 打不准的 所以这也是不断地一轮一轮的 经过去实验 实验以后发现问题 进行修改完善 包括对于模型等等 这个疫情 修改完善以后再进行实验 反复几轮 这个 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达到指标要求 2004年底 新型两栖装甲车 按照计划的时间完成了定型 2005年1月 第一批05式两栖装甲车 正式下线 那么我们光有战斗车辆 那么还有其他的保障车辆 配套车辆 比如说我们搞了这个 抢修车 这个指挥车 救护车 补给车 工程车 等等等等 那么这样一来 作为一个两栖作战部队来讲 它的配套非常齐全 可以满足各种作战的需求 所以我们呢 做到体系化 车足化上 我们两栖装备呢 已经做得 应该说比较完善了 在2009年国境阅兵式上 刚刚列装部队的 05式两栖装甲车方阵 正式亮相 作为保障人员 年轻的林虎斌 和他的前辈张宏康 都在阅兵式现场 那一天 成为他们此生最重要的回忆 包括阅兵的时候 那个电视上这个产品 从天安门过的时候 给我小孩说 你看这个产品 上面你看见那个东西呢 是爸爸设计的 052 05步都过天安门 过完天安门以后 我那时候才相对平静 作为一个这个坦克的设计师 或者搞装甲车辆的 有两辆这个跟自己有关的车 两台 一个055 一个052 过天安门的话 我觉得足够 足够与自己这个能够平静 同时还需要付它 就失敗了 整个能够平静 我应该说 我能够破亚排 这次是 那大人非常不好 这次好 我家人 stillrais 确实 稳定的 有点 我家人 会 有点 好 这次好 我们不打垂 我很快 在这次好 拜拜 我们 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